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的播出 首先,我们要把第25册前面的目录跟各位介绍一下 第一面,Page 1, Volume 3, Book 25 上面写的是Volume 3,第三卷, Book 25,第25册 第一课书,Lesson 1,第一课,The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地理,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居住 美国有50个州,起码大家都要知道一下 50个州,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大概哪一个州在哪里 每一个州都怎么读,有几个州它的发音很特别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都要跟各位特别的提示一下 各位可能都有亲人或者是朋友在美国的各州 这个时候,你把它的地理的关系位置知道一下 也能够了解一下,他们那个地方是热还是冷 Lesson 2,第二课,American Language Course 美语讲座,Lecture 49,第49讲 讲的是boiling water is different from boiled water boiling是正在开的水,正在沸腾中的水 叫做boiling water is different from 这个片语都讲过很久了 那就是与什么什么不同 与什么不同呢?与boiled water不同 开过了的水 正在开的水跟开过了的水不同 起码一个是100度 一个呢,可能是二三十度,三四十度 在这里,当然主要的就跟各位讲一个文法 那就是分词的用法 英文里面有现在分词,像boiling这个字 还有过去分词,像boiled 当行词用,就是我们这一句话里面 正在开的和开过了的水 Lesson 3,American History 美国的历史 我们还是继续讲他们的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打得最火热的时候 在下一册书里面 革命战争就要结束了 整个的美国已经变成了独立的国家了 所以我们介绍美国的历史 要进展得很快 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的一段历史的过程 把重要的讲一下 进行的特别快 不是说很慢很慢的讲 我们只是大略的 把最重要的美国事情讲一下 Lesson 4 第四课 American Language Course 门语讲座 Lecture 50 第五课 题目是 To see is to believe To see is can To believe is 相信 我们要自己亲眼看到才相信 叫做眼见是实 耳听是虚 我们中国话有这种说法 耳朵听来的不一定 可能是虚假的东西 只要我眼睛看到才相信 To see is to believe 在这一课书里面 我们有讲到动词的另外一个形式 那就是不定词 不定词的用法 那么各位都知道 有动词的这个后面的一个字 再接上个动词的话 要用不定词 不定词呢 它在用在动词的后面 有三种的味道 有的时候是名词 有的时候是副词 有的时候是形词的味道 有这些 我们在第四课 很具体详细的讲解 这是在英文动词里面 最重要的三大部分 我们讲过了动词12个实态以后 我们就要讲这些不定词 分词和动名词 第二页上面是一个地图 我们大致上把这个地图先看一下 这是美国50个州都在上面 48个州在最上面 那叫做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Continental就是一个大陆 一个陆地 整个非美洲大陆里面的美国 那是48个州 48个州 这一大块地方叫做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在这个地区之外 还有好几百里路 好几千里路 那么在美国的这个西北方 有Alaska 在美国的正西方 还有Hawaii 那么这两个州 那么这些呢 都画在下面这个框框里面 因为比例词啊 画的不一样 所以把它放 那框框里面就代表 跟上面48州啊 画的是并不一样的比例词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最大的一个州啊 就是下面那个框框里面 所画的Alaska 过去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我们说 哪一个州最大呢 当我学美国历史的时候 我都知道是Texas 是美国最大一个州 所以看Texas 德州 就在这个地图的正下方 这个地方 当然是很大 对不对 可是Alaska变成了 美国一个州以后 Alaska是第一大 可是在这个图里面是小 因为比例词不一样 Texas是第二大的州了 不是第一大 最小的一个州啊 所以可能看不见了 太小 也不是很小 印不出来这么多字 就是在这个右上方 那些小州里面 有个叫做RI Road Island 路德岛 就是美国最小的一个州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地图 地图的最上方啊 印的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叫做Canada Canada 这个字是这么念的 不要想到中国字翻的是加拿大 也把这个念的这个国家的名字 念加拿大 不是 是Canada Can 中印在最前面 Canada 这是美国北面的界线 是跟加拿大 是做为零 再看这个左手边 有Pacific Ocean 那就是太平洋 美国这个国家 很得着地利之变 左面一个洋 右面一个洋 我们中国的位置也不错 只有右边有一个大洋大海 可是左面呢 就是高山 Pacific Ocean 是太平洋 右面有一个洋 叫做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在下面 不是洋了 美国三面呢 多半都是海 你看这个地方啊 所以水路的交通非常发达 下面呢 虽然有墨西哥挡着了一部分 这里没有画出来啊 但是墨西哥的旁边呢 就是Gulf of Mexico 叫做墨西哥湾 三面都连着海 上面我们再看看 这个大的地图 大概几个州的位置 我们等一下 在读着50个州的名字的时候 读完了以后 再回来看一遍 Washington 这个州的名字叫做 花生顿州 Washington Washington州的下面是Oregon Oregon就是奥勒冈州 奥勒冈州下面 长长的一条就是加州 California California有两个大的都市 这个名字都写出来 一个是San Francisco 一个是Los Angeles 一个是旧金山 一个是洛杉矶 旧金山的旁边 还有一个州叫做Nevada Nevada就是内华达州 过去试验原子弹就在这里 内华达州的上面 有一个州叫做Idaho Idaho 重音呢 在前面的I的上面 Idaho就是爱德河州 爱德河州的上面 叫做Montana 蒙大纳州 Montana Montana的下面 是Wyoming Wyoming这个州 念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前面第一个字母不念 那W没有声音 我念Y的声音就好了 Wyoming 在下面就是犹太 犹太州 犹太州的旁边是Colorado Colorado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Arizona 在下面 阿里桑纳州 阿里桑纳州 有年 Arizona Arizona 有凤凰城都在这里 赌城也在这里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 叫做New Mexico New Mexico的旁边 就到了Texas Texas 有一年 我从Texas 坐这一个 灰狗的车子 我记得是 坐车 坐了两天一夜 才到了加州 从Texas 坐到New Mexico 坐到Arizona 不过中间 还去玩了大峡谷 玩完了以后 那么 才到了加州 Texas Texas下面这些州 我们都不再讲了 那么各位 学了这50个州的名字以后 再讲 然后再看右下角 有一个州 深到海里面的 那就是Florida Florida 有一个城市 也写出来 Miami Miami这个地方 是一个风景 非常优美的地方 很多人 冬天呢 都到这里 去这个碧韩 Miami这个地方 这个Cuba的人呢 特别多 Florida的上面 就是Georgia Georgia 我们这些州要看一下 那就是 我们在美国历史里面 所讲的 美国13个殖民区 从这个上面 开始 一直越来 越往上走 全都是我们所学过的 那原来是13个殖民区 后来就变成13个州 从Georgia开始 往上走 通通式的 South Carolina 南加洛莱纳州 North Carolina 北加洛莱纳州 再往上就是Virginia 维基尼亚州 Virginia 维基尼亚州的旁边呢 有一个West Virginia 西维基尼亚州 那西维基尼亚州 上面呢 有这个一个城市的名字 叫做Washington D.C. 美国的国都就在这里 Washington D.C. 这上面有一个州叫做Delaware Delaware州 M.D. 上面有个M.D. 是Maryland 玛丽兰州 没有写出来 地方太小 玛丽兰州的名字很长 所以自豪用简写 New Jersey 新德西州啊 叫做New Jersey New Jersey的上面 有一个NYC NYC三个字母 就是New York City 纽约城 纽约城的旁边 是一个比较长的州 都写出来了 因为这个州地方很大 Pennsylvania 就是宾夕凡尼亚州 纽约这个地方 它是在纽约州里面 所以各位看 纽约州啊 就在纽约的左边 都是纽约是在最右边 所以上面又写了纽约 那就是纽约州 我们跟纽约的朋友 写信的时候 做办呢 都是写 纽约 写两次纽约 什么意思 纽约市 纽约州 有的时候用两个字母的简写 那就是前面写个NY 后面再写个NY NY前面的代表纽约市 后面的NY就代表纽约州 纽约这边的邮递区号 都是很小 就是一字头的 有的时候再靠右边一点 那么更小一点的也有 他们这个邮递区号 是东海岸的最小 往这个西海岸越走越大 越走越大 到了加利福尼亚州 就变成九字头的了 是这样子的话 对于美国的这个地图 有一个概括的印象 你看它的邮递区号 也就知道 那么它这一个州 靠近哪一面 在这个NY的上面 有一个CONA 这是个简写 没有写完 是Connect Connect Connect的旁边 就是RI Rode Island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 所讲过的13个殖民区 在上面就是 New Hampshire NH就是新汉普什尔州 New Hampshire 在上面是Vermond VT是Vermond 最上面的 最寒冷的地方 那就是Main 面因州 叫做Main 这是大概 我们把美国这些州 西海岸的讲一讲 东海岸的讲一讲 还有在这个 美国这个州 美洲大陆外面的 这两个州 也讲了一下 Alaska 和Hawaii 下面呢 我们要讲 第三页上面的 我们看 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一下 看完了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地图看一下 就更有印象 这是美国的50个州 一定要把它念得很准确 各位看第三页 Lesson 1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地理 Part 1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新的声字和新的词汇 下面就告诉各位 这个名字 这一段是50 states 50个州 and two letter abbreviations two letter letter不是信的 不是我们写的信 是英文里面的字母 两个字母的 abbreviation abbreviation 就是在英文里面 常用的这个缩写 缩写字 像加利福尼亚州 California 这么长 我就写个CA就够了 刚刚讲 New York 就写个NY就够了 所以这些 都叫做abbreviation abbreviation 并不是光是美国50个州 还有很多 上午就写个AM 对不对 下午就写一个PM 美国就写USA 联合国就写UN 这些在英文里面 通通要叫这个名字 abbreviation 而美国人写名字的时候 写一个名字叫做Jack Jack中间再写一个名字P P也就写一个字母 那个字母不叫做abbreviation 那个叫做initial initial就是 前面的一个字母 初步的初期的 就叫做initial 如果是你签支票 写错了 或者是你写一个公文 在哪个机关 你写个公文 这个公文呢 是你发出来的 通知大家什么事情 你多发 把你的名字的initial 写上去 你姓什么 姓这个Petersen 或者姓王 那就写一个W就好了 或者是叫做Jack Wong 那你就签两个字母 一个J Jack里面一个J 一个Wang签一个W 多半美国人他们签字是这么签的 就两个字母 这个时候呢 叫做initial 就不叫做abbreviation 希望各位要了解这一点 很多的时候 人家说 你这个支票写错了 请你改一下 把你的initial写在上面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不能把它翻作abbreviation 下面我们就一个州 一个州的看一下 每一个州 它的名字在前面 还有two lettered abbreviation在后面 那就是两个字母的缩写 这些美国的州名 都用两个字母缩写 把它写出来 现在很流行 因为过去还有的时候 四个字母的 还有三个字母的都有 现在通常流行的都是两个字母 像加利福尼亚 从前我们写加利福尼亚的时候 我记得过去还写个CALI 写四个字母也有 那么这种呢 那就是比较上 慢慢慢慢的受到淘汰了 不要写这么多了 就写两个字母就够了 现在都写CA了 现在我们看第一个 Alabama Alabama就是阿拉巴马州 那么这个州的名字念的时候 前面的A也很重 A了 这第二个了不太重 B嘛 那个B 最重要的这些 每一个地名都很长 那个重音呢 在哪个音节 你一定要把它记到 我在这里是第三个音节是重音 就是那个B 而重音它的母音念什么呢 念A 不念阿 如果你念Alabama B的话 那就是不对 不是不阿巴 是不阿B 阿阿拉巴马 这么念的 所以各位要想把这些很长很长的字 它的声音发得很正确 那你就记到这个重音接那个母音怎么发就好了 第二个是Alaska 那个这个Led的地方最重 Alaska 前面不要读Alaska 也没那么重 前面读轻一点 第二个音节 Led比较重 Alaska 后面又是很轻的 阿拉斯加州 我刚刚看过 在好几千里之外 第三是Arizona 亚利桑那州 Arizona 这个就在加州的旁边 Arkansas 这个地方 各位特别要这个 把它念好一点 那就是说 这个后面的发音呢 不是念Arkansas Rsas 后面是S or saw A-S都O的声音 说Arkansas 那么这个重音呢 后面呢 就是说 要轻一点 就是在重音后面 Ark这个地方最重 后面就是saw S or saw 不要念Arkansas 很多人会念这个声音 那是错的 有很多这个发音呢 是不是照着字面可以念对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它翻作Arkansas 州就完了 第五个州呢 就是California 加州 California 那个for的地方最重 所以把这个重音呢 你可以打一个记号 打一个皮的上面 F or的上面呢 就是O的声音 Fornia California 也不一定把它念 California 也不是Li Cal 要是Le California 好 下面一个州是 Colorado 那就是Colorado Colorado 那个Red的地方最重 前面两个音节都不太重 Kolor 你可以念Colorado 就好了 那么重音呢 就在那个Red的地方 Colorado 很漂亮的 Denver 就在那边 下面 第七个地方是Connecticut 这个地方要跟各位特别注意 Connecticut 在美国的东北部 这是13个殖民区之一 Connecticut 中间有个C的字母不发音 所以念的时候念Connecticut 不要念Connecticut 那就受不了了 所以字念Connecticut就够了 好了 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就到这儿结束了 每天众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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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